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沒想過會做地盤 有時真的在地盤是帶媽媽上班的 我是Velan 我是HKU Space的畢業生 本來我在澳洲是讀medical science 一突然開始 家裡的經濟環境不太好 就沒有能力供我 那我就回到香港做事 初初做我是完全甚麼都不懂 做錯例也有做過 搬運也有做過 個人好像很沒方向 難道我真的要一直這樣做下去 你現在不如意 不是代表你一輩子不如意 人生叫低潮 你要懂得自己怎樣裝備自己 再去迎接下一個挑戰 那時我借錢也要去讀書 日頭工作 晚上就上學 其實是很辛苦的 HKU Space那裏 給了我有這個學歷和知力 那我職位就一直升上去 作為Project Manager 我上面又要對著職員 裏面也要對著伯記 判頭 一定要各樣東西都要認識 包括法例 工程 合約 結構 缺一不可 在建築界來說 這十幾年整體上 水平文化是一直在提升著的 當你復興到一個人生的階段之後 你可以找你另一個人生想做的事 我覺得建築是我的終身職業 我始終覺得 我的興趣在 Methical Science那邊 想意 我就再Pick Up 我讀回這一科 人生就好像 開始就像起樓一樣 地基一定要做得好 才容易升上去